当我看到神兵小将剧组为了审核问题四处奔波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 可你知道吗 神兵小将其实是由一部漫画改变而来的 今天阿三就带大家深度解析一下神兵小将的前世今生 故事还要从香港的一个不知名漫画家黄玉郎说起 在他出现之前啊 香港的漫画史就是一张白纸 而黄玉郎的出现则是在这张白纸上书写了香港漫画的辉煌篇章 自从他进入漫画界以来 其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一直广受好评 而黄老先生的代表作龙虎门不仅打开了港漫市场啊 甚至还火遍了大江南北 这部漫画连载至今已经30余年了 其更新到现在一共1287 真就一个ip吃一辈子呗 借此机会黄玉郎趁热打铁 在1999年出版了令海内外漫迷都为之疯狂的漫画神兵玄奇 感觉这名字有点熟悉吗 那就对了 因为这部漫画就是神兵小将的前生 黄玉郎在创作神兵玄奇时 使用了他自创的全新模式 在线稿上色 打斗特效等方面 全部都是黄老爷子请专人来做的 这一创新模式 从此也被漫画界细称为漫画工业化 在这个模式下创作而出的神兵玄奇 其在绘画方面呈现的精美度 一度碾压了众多日漫 美漫 他凭借着精良的画风 饱满的剧情 一经出版就在港漫市场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 而其更是成为了黄玉郎自创作漫画以来销量最高的漫画之一 长到甜头的黄老爷子 在接下来的十年间陆陆续续出版了15部神兵玄奇的续作 这些作品产生了剧烈的反响 还霸占了港漫榜首之位 长达数十年 自从香港经济进入飞速发展期后 电视机的出现便掀起了影视剧的狂潮 漫画的生存空间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被挤压得越来越小 黄玉郎的漫画收益因此越来越低 于是他决定紧跟时代潮流 转型进军影视行业 你知道神兵小将的上映有多困难吗 就在黄玉郎苦心思考如何转型时 刚好遇到了国家正在扶持国产动画发展的风口 央视为了引进动漫界的技术和人才 出台了一系列优待中外合拍作品的政策 于是黄玉郎紧抓这次机会 奥话不说便拿着神兵玄奇的剧本去找了央视爸爸 可信心满满的黄玉郎却吃了一个大大的闭门根 因为港漫的风格和其他漫画有很大的不同 它的主流受众群体非常狭窄 仅仅只是香港的男性青少年喜欢 因此在神兵玄奇里不良场面就变得习以为常了 这连阿三看了都不免震惊啊 尺度这么大的漫画怎么可能过审呢 于是不甘心的黄玉郎开始对神兵玄奇的剧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 他将原本成人像的武侠科幻剧 一刀砍成了一部子贡像的小青星儿童剧 在设定上为了更符合儿童像的剧情 黄玉郎删减了原著中毁三观的伦理剧情 并以亲情为主旨 将整部剧的主线剧情串联了起来 黄老爷子正是通过修改人物形象 将原著中画风粗犷的成年人 改成了机灵可爱的小孩子 从而使观众更容易接受他们 同时这也能拉近彼此之间的 距离 综上所述啊 黄玉郎虽然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动 可是这种修改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在其改完之后 给人一种这就是两部作品的感觉 就像《红楼梦》和《水浒传》一样 看神兵玄奇的人不一定会去看神兵小将 而看神兵小将的人也不适合去看神兵玄奇 就连阿三如果不查资料的话 都会知道神兵小将居然是由港漫改变而来的 看到这儿我忍不住说一句 黄玉郎啊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当黄玉郎对原作剧本一番魔改之后 他 成功的拿到了与央视的合作机会 于是制作团队被马不停蹄的开始了神兵小将的创作 同时 黄老爷子还请来了当时爆火的偶像歌手王心灵 为神兵小将制作主题曲 就当整部剧的制作看起来非常顺利的时候 却在最后送审时出了问题 制作团队临时收到通知啊 因为送审样片中的普通话不够标准 这剧情也有点偏离大众的价值观 因此初代神兵小将并没有通过央视的审核 这里阿三就要插一嘴了 以前的央视审核确实非常严 不然我们现在肯定能看到不少好东西吧 得到消息后的黄玉郎慌得不行 因为一段神兵小将无法播出的话 那就意味着他两千多万的投资全都打水漂了 而制作团队一年半的努力同样也白费了 于是黄玉郎一咬牙对全剧进行了参称改头换面般的修改 最后经过制作团队整整16个月的努力 神兵小将终于在2007年的10月4号在少儿频道成功上映 刚一上线便收获了无数孩子的喜爱 其豆瓣评分更是达到了惊人的8.9分 还记得当初在神兵小将刚播出时 几乎整个学校的人都在讨论这部动画片 每天上课时脑子里全都是男公问天的身影 简直被这部动漫迷的不行啊 当时学校附近的小卖部卖的也全都是神兵小将的玩具 可想而知这部动画当年有多火 综上所述 神兵小将在上映后对整个动漫界产生了影响之声 称其为跨时代的作品也毫不为过 你敢相信吗 神兵小将原来竟是一部没有结局的动画片 黄卫良在还没有开始制作神兵小将之前 原定计划是准备制作52集的 但由于时间紧资金也不太充足 于是他将原定的52集剧情缩减了一半 仅仅只做了前26集 也就是神兵小将的上半部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看神兵小将大结局时 总是感觉结束的很突兀的原因 仿佛那种刚把手机换到了左手就结束了的感觉 虽然只做了一半啊 但神兵小将收获的反抢却让他非常的意外 于是长老甜头的黄玉郎决定继续制作其后半部分内容 并修改了最初的设定 将最大的反派从天地盟主 改成了第一部漫画里的最终boss悬天鞋地 从这里不难看出啊 黄有狼小将漫画的内容最大限度的还原到动画中 所以才有了神兵小将后面的26集 从制作的口碑来看 神兵小将的动画续作播出的也非常成功 但这部作品却因为制作成本高 再让当时动漫的赚钱手段太少 所以黄有狼萌生了制作第二部的想法 经过几年的制作终于在2018年 神兵小将第二集顺利上映了 其实吧 第二集并不是神兵小将的续集 而是在老故事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编 其本质还是第一部神兵小将 二三觉得对于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 导演至少得收到两斤刀片吧 在制作方面啊 不但丑化了第一部中的角色 制作组使用的特效也让人感觉非常廉价 再加上与第一部有着长达数十年的跨度 不自觉的让众多观众认为 这部动画完全就是为了圈钱来的 播出后的口碑更是差到了几点 这也导致了原本准备制作的圈钱小将三无限延期 其实早在神兵小将之前 黄有狼就已经制作了一部完全以神兵玄奇为剧本的动画试播集 这部动画无论是打斗场面还是人物形象都非常的还原原著 就算放到现在来看 其依� 就是一部非常不错的国脉 可当时的还原狼根本没有条件制作下去 因为如果制作这样一部动画不说搞个52集啊 就算砍到一半制作个26集 提供成量和资金投入也都是非常庞大的 在这样广电的审核问题万一审核不过 那就game over了 方老爷子根本不敢冒这个风险 就这样神兵玄奇的超还原版本慢慢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中 而神兵小将也接受了他辉煌的一生成为了我们童年的一部分综上所述 你们觉得神兵小将是当时的国脉之光吗 在这里23也非常感谢制作组的大大们为我们带来了一部制作如此精良的动� 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童年时光 还向我们传输出了正确的价值观 就算放到现在这部动漫也不见得有多差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我是阿三 咱们下期再见